祝全世界的小朋友 五一劳动节快乐 每天吃一瓜 疯癖结巴巴巴 陈毅的武侠剧 赴上海今天开通光威了 他有新剧不奇怪 是额场和淘场联播 投资公司因为有夜华影视 被粉丝骂了 这家公司是黄瑞的子公司 陈毅这次拍的还是黄瑞内戏 所以光宣赴上海后 有陈毅的粉丝开始脱粉了 说陈毅一直被黄瑞吸血拍内戏 而且又是同类型的巨媒前途 吸不吸血要看陈毅本人的意愿吧 他现在是黄瑞实际上的一哥 这部剧明面上是S级柄 不是人家伦就是陈毅 现在直接给了陈毅 说明了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陈毅目前合约还没有到期 公司说要你拍部内戏 你撂挑子说不拍 一哥一姐不是什么都能在公司横着走 适当的时候肯定要对公司做点事的 这样在分成还有其他事话语权也会更大 这就跟白鹿接临江先是一个道理 这部剧余正式想卖给平台 平台指定要白鹿当主角才肯买 还要让他带要捧的小声增顺息 白鹿也答应了 他拿高片酬又和平台搞好关系也是赚赢 陈毅这个也一样 欢乐要和两大平台合作 平台方指定陈毅 陈毅权衡以后也答应了 哪有什么吸不吸血的 总归都是利益啊 哎�가吵的 不说好 栅吃 这 吃 吃 nicht